唐三王子,不好了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唐三王子,你怎么还在吃饭了?三位公主已经到宫殿外面了,还在那里吵了起来,你快去看看吧 什么情况?公主们来我这里干什么呀? 王子,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忘了,国王让你在三位公主中挑选一位结婚,今天就是你们见面的日子啊 我的天,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还好你提醒了我,我现在就去见公主们 臭兔子,你这裙子穿了十年了吧,居然还好意思来参加王妃的竞选 对啊,我都不想站在你旁边,我觉得很丢脸 你们这样说话太过分了,有本事我们就公平竞争,看看三王子最后会选谁 三王子看到我这么漂亮,一定会选我的,不信你让大家评一评谁长得最美 认为我美的扣一,认为小吴美的扣二 哇,你们快看,唐三王子来了,他真的好帅啊 三位公主,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欢迎大家来参加王妃的选拔 想要成为我的王妃必须要聪明伶俐,才一双拳才可以哦 三王子,你说的这个人不就是我吗? 现在我要出一道题考一考大家,看谁能答出来,谁知道除何日当午的下一句是什么 三王子,你怎么出这么难的题呀,没人能答得上来呀 就是啊,我好像都没有学过,我知道答案哦,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这些不好好学习的坏学生 小吴你别装了,我们都是一个班的,我们都不会,你肯定也不会 好了,公主们不要吵了,我们先进行才艺比赛,才艺最精彩的人将会成为我的王妃 比赛现在开始,留请第一位参赛者,西兰花公主 我常谈,我爱雨,口里同情欢 我小人看不穿,就幸好月下停战 花前场面一整晚 我常谈,我爱雨,口里同情欢 我小人看不穿,就幸好月下停战 花前场面一整晚,感到一山 下面有请小五公主 接下来有请蓝猫公主带来 精彩的表演 操被人送給你 操被人送給你 三位公主的表演都十分的精彩 我到底该选谁啊 记得点赞关注哦 什么声音 是谁在大笑 太没有功德心了 也不看看现在几点 他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嘛 紧急通知 邪恶小丑又来到樱花小镇了 他是来小镇寻找红颜色能量的 如果没有找到 他就会吸走大家的好运气 让大家一直倒霉 所以请大家锁好门窗不要出门 如果遇到他就主动给他一点能量 他就会开心的走掉 什么傻瓜小丑 我可不怕他 我就不给他能量 我看他能把握怎么样 有本事就来吸走我的好运气 看我不打得他屁股开花 哼 打扰我睡觉 又困又饿 赶紧去找点能量吃饱了 好回家睡觉 西彤 你快帮我检测一下 哪里有能量 主人 我检测到那边有个女生 不仅不给你能量 还说你是傻瓜 什么 我哪里傻了 我这么英俊潇洒 他居然说我是傻瓜 我生气了 我不仅要吸走他的能量 我还要吸走他所有的好运气 让他走路摔跤 喝水腔倒 天天拉肚子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去收拾你 就是这里了 让我看看这个胆大包天的女孩 是谁 她居然还睡得这么想 她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 我太难过了 我要让他受到惩罚 这个女孩的能量看上去很纯净 吸一次点五次 好运气也有很多 我全都给他吸走 哈哈哈哈 吸饱了能量真是神清气爽啊 太开心了 我要回家睡觉觉了 怎么感觉越睡越难受啊 头好痛 脖子也好痛 还做了一夜的噩梦 我要去喝点水 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可是地上什么都没有啊 为什么好好地走着路会摔跤呢 为什么连喝水都能被呛到 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天啊 肚子忽然好痛 我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不行了 要窜息 好奇怪啊 从睡醒到现在一直出状况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记得点赞关注哦 二狗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要为你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 小五你居然记得我的生日 我好开心 你要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啊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你先去上班吧 等你回来就知道了 好的 那我就先去上班了 终于下班了 小五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 好期待啊 怎么回事 我的房子怎么着火了 二狗 对不起 我本来是想做一顿大餐 给你庆祝生日 没想到把你的厨房点着了 然后火就越烧越大 就变成这样了 我还有三十年的房费要还呢 现在房子也烧了 该怎么办 二狗你消消气 要不然你去我家住吧 小五你先别说话了 我现在脑瓜子嗡嗡 你这个生日惊喜我有点承受不住 二狗你拿着棒球棍干什么呀 你不会是要揍我吧 你说呢 我二狗就要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完了 二狗疯了 系统快救我 小五主人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刚才你炸二狗厨房的时候把我也炸伤了 所以这次跑酷你没有喷气背包 也没有加速 一旦你掉下去 二狗就会拿着棒球棍捶你 所以你自己小心一点吧 这可怎么办啊 我觉得二狗不会原谅我了 没有办法 换我远也不会原谅你的 系统你看二狗还拿着棒球棍在下面追我呢 看来它是铁了心要揍我呀 这样吧 小五姐 我看大家都很喜欢猜歌名的游戏 我就给你放一首歌 如果你能猜出正确的歌名 我就帮二狗收集能量重建房子 那样二狗就会原谅你了 那你快点出题吧 我希望能快一点帮二狗重建房子 好的 那你听好了 我在十面埋伏四面出歌的时候 把酒与苍天对着 纵然一去不回 此战又如何 谁见万间起发行我满天夜入宙 道光剑影交错 而我强出如龙 天困寒冬 一笑破苍穹 长长刺破云霞 放下一生牵挂 望着寒月如鸦 哭声踪马 生死无华 风卷残棋列甲 雪人万里荒沙 成败笑谈之间 欲情是流伤 西童 你怎么给我出这么难的歌啊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答对 你是想让二狗去大街上流浪吗 哎呀 小五姐 明明是你自己太笨了 怎么还怪我出的题难 那我再给你换一个简单的题吧 你说一说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 床前明月光 低头思故笑 小五姐 我真的是服了 帮不了你一点 让小可爱们告诉你正确答案吧 看来二狗真的要变成流浪狗了 累死我了 那我休息一会儿 亲自去给二狗重建房子吧 记得点赞关注哦 好饿呀 去便利店买关东煮吃 好酒都没吃了 好开心哦 我的天啊 这里发生了什么 营业员姐姐怎么趴在地上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猛面的男人 一定是他把这里弄成这样的 先把姐姐带走 这里太危险了 系统 这次的跑酷搭建的太及时了 便利店里有一个猛面男人 肯定是他打晕了营业员姐姐 破坏了便利店 还把店里砸得一塌糊涂 小吴姐 你一定要稳一点 我看到那个男人在下面追你 肯定是怕你到警局举报他 你小心一点 可别掉下去了 真的是吓到我了 我现在腿还有点发抖呢 系统 你给我准备喷气背包了吗 小吴姐 这次的跑酷搭建的太仓促了 我都没有准备多余的能量 所以没有喷气背包 不过你可以参加答题来获取能量 这样 我可以给那个男人挖陷阱 让他追不上你 好 你快出题吧 我给你放一首歌 只要你能说出正确的歌名 我就可以给他挖一个陷阱 聪明勇敢有力气 我真的羡慕我自己 忽拉圈也没问题 后空翻两周在金阁里 天南地北不放弃 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 圆头圆脑圆肚皮 里面是什么的真谛 这首歌我昨天才听过 好像是叫我真棒 小五姐你答错了 可以请场外观众帮你回答哦 什么 我记得就是这个名字啊 有人知道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吗 警察姐姐 我要报案 便利店里有一个坏蛋 记得点赞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关注